黃友現在發現他曾經那個龍兄虎弟 那個節目上有見嬌哥說要節身自愛 做飛哥懸孕 你先好麵 是 這個一定要節身自愛 不要看人家女孩子年輕就想追人家 我飛哥可能就所有人都講過誰就這樣了 黃子嬌住家戶病房又火速出院 飛哥懸孕也念雲秀了 為什麼他們就可以逃過這一切 只是因為他們不是MeToo嗎 我不管了 我就是要說出來了 我管你們去死了 反正也沒有人管我去死 當午節之後快到了 黃子嬌突然交出一頭拉過的餡料 在家自殘送醫後 還一度住進家戶病房 遺落相伴的老婆孟耿如 昨天透過經紀人表示 今晚嬌嬌在家戶病房 有短暫清醒 仍無法言語及表達 但目前已經沒有生命危險之餘了 我們是一家人 所以 發生什麼事情我們都會 一起面對 然後一起彌補 可能曾經犯過的錯誤 不過才隔了一天 黃子嬌今天已經火速出院 莫耿如經紀人表示 不好意思讓大家奔波了 我們會面對不會逃避 但請給耿如一點時間 黃子嬌可以嗎 因為她的社群裡面 好像都關掉了 對 但是我們應該會 私下表達一下關係 希望嬌哥這段事可以平安 其實她在後台常常會給我們很多 意見 然後教我們 因為我們是 指捨菜鳥 有些前面都給我們很大的照顧 其實老實說 嬌哥給我們 因為我們也一起主持過 那我覺得她對待我們後輩是 我的感受是很提拔我們的 那我也希望 她可以早日康復 好好的去解決這件事情 當然我不可能去知道她的任何事情 我的意思是說我 當然會希望大家都平平安安的 我剛講教哥 我只能提到就是說 過去我比如要主持節目 或者是典禮 我就會去請教她 那她是有幫忙 我就會提供我很多事情 我蠻感謝她的 但其他的 其實都沒有辦法再多做言論 因為我不是當事嗎 因為我剛剛訪問 但我也許 原位或是女生活動 那 就是脫動單供應的部分 沒有 供應外環 不會 會 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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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因為太難生了 所以應該也不會有什麼 會不會去 誘導人家在幹嘛 我是蠻後知後覺的 好像真的幸福 到處都有 有興趣的 你跟焦哥有合作過嗎 其實我跟妳 焦焦認識很久 但是我們沒有正式的合作 有關心她 還是關心梗子嗎 她的通常覺得是 當然會造成她 更擔心的時候我覺得是 她住邊的人 真的不要造成他們的笑容 我現在發現 她曾經那個龍胸虎弟 那個節目上有見焦哥說 要節身自愛 都可以再選妳 明天裡面 是 這個一定要節身自愛 不要看人家 女孩子年輕 就想追人家 可能對所有人 都講過這一句 都講過 好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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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